收听收看今天的蓝轩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四 我们的阅读单元 今天的阅读单元是蓝轩选书 我们又为大家推荐一本好书 不过在推荐好书之前 听到这首歌 是来自于歌手林俊逸所演唱的 叫做上好的一年 好 这个上好的一年 对于全球的半导体来说 也是一个上好的一年 碰到一点点问题 这个库存好像严重了一点点 但是就库存的问题如果解决之后 其实整个的半导体 事实上是前景大好一片光明 当中尤其是台积电 所以我们今天蓝轩选书 要聊的话题就是最近有一本书 叫做晶片岛上的光芒 这个是由早安前进文化出版社出版的 但是我们今天推荐这本书 跟沈云聪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作者林洪文写得好 真的是很有关系 因为我们蓝轩选书很少推荐台湾 比较少啦比较少这方面的书 因为台湾台湾讲台湾写财经的 也不能讲说很少 到底多不多啊 你们财经记者写书的多不多 有啦还是蛮多的 也是有不错的好书啊 你没有选到台湾的 那这是我的荣幸 没有也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么去focus谈财经跟理财 但是我想科技半导体跟这个趋势 我想这个是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们我们谈很多趋势的东西 但是比较少由台湾的角度来看 那所以呢其实今天对我们顺便要介绍林洪文 林洪文很特别哦 他自己本身是交大电机毕业 是 他当记者他好久了 财经记者 然后你以前是在经济日报 对我现在经济日报 后来到静州看 静州看 你静州看也待很久了 对不对 是是 然后你好 1999年就去了 副总编辑吗 是副总编 对 好 那现在宏文呢 有主持一个节目叫做 阳明交大帮帮忙 你很帮交大耶 是啊是啊 我们母校是是是是帮忙帮忙这个一直在宣扬 阳明交大很伟大 是个伟大的大学 所以你先前叫做交大帮帮忙 现在叫做阳明交大帮帮忙 所以这样也主持很久了 从交大到阳明交大 从2009年到现在 对是 其实开了这本书你就会知道说呢 呃 宏文会主持这个节目 基本上跟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能够起来 也有相当程度的关系 就是都是学弟妹 都是学长姐 所以通通呢 就你帮我我帮你 然后 我觉得这整个的我们所谓的群落的聚落的概念 是是是 也跟我们的这些 从学校毕业之后 大家感情 对 很好会相互提息 算是有关系的 没错没错 你讲这个 我觉得我很同意 真的 我那时候 那我没有到产业界去工作 可是我看到的都是我们很多优秀学长 所以那时候很高兴啊 经常 经常采访的时候都碰到学长 那很重要的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很多的产业 事实上我其实我在书里面有提 就是说那个产业本身竞争很激烈 那竞争激烈里面呢 其实大家合作也很多 因为很多都是学长学弟嘛 那或者是同事嘛 可能工业院出来的哦 以前就是同事 那也可能哦这个 呃这个就在隔壁 然后这个那个 你有时候需要帮忙啊 有时候有时候火灾啊 火灾啊 对就赶快帮忙去救火一下 就自己这个厂跑去另外别人的厂去救火 你刚刚提到对我觉得这很重要还有一个 群聚我们一般会觉得说从外面人看以为是一个产业聚落产业链的群聚 但是我觉得看你的书才知道 不过事实上我也听到一些人在讲 成大交大清大我觉得这几个特别明显 就是那种彼此之间拉台提西 学长带学弟进来 他说跳槽跳来跳去 然后彼此之间都相互了解相互帮忙 还有一个我看到你写的 就是说有一个是本来谁在告谁啊 哦对呃本来呃这个联电 应该联电告华 啊华邦告联电啊 因为那时候是有一点点我引起的啦 就是我那时候去访华邦的总经理 然后他讲到联电哎不怎么样不怎么样 好不太好然后我进来把它写出来 我后来想想我不应该写的那么直接 我后来联电就告华邦 然后然后哦不是华邦就告联电 然后我就变成是被告 我本来是证人后来又变被告这样子 对那但后来呢因为我刚刚讲的火灾 因为火灾嘛就是那一场火灾 对那联电的集团里面有一家公司叫联瑞 那时候大火那时候好像很多园区的人都去帮忙嘛 嗯所以后来那个曹先好 曹新审先后来就决定说啊策告 就是哇大家都这么帮忙嘛 我们不要再讲以前的事了 没有这样子的你看这种 哈哈哈因为觉得哦你这个被火烧了 可能状态有点危怠算了算了不够你了 是是是所以呢还是就是这种关系 其实上很特别啦 所以这我想自己也会讲到说 为什么呢这本书叫做晶片岛上的光芒 就看起来我们觉得最耀眼的是台积电 但是实际上一整群我们讲护国神山群 他就是有一整群的这一群人呢 就是被台湾一些呃很棒的大学 所所喂养出来的这些顶尖的精英们 所以他们也就是 拼手知足的把台湾打造成那么一个晶片岛 那么一个发光的岛与实际上是有关的嘛 好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要讲啊 这个今天最主要的内容 就是洪温他采访了三十几年啊 这个呃等于是科技半导体嘛 那尤其当中的话呢当然台积电就是你最主要 当中的主角 所以里面其实写了非常非常多 跟台积电有关的故事啊 所以我们要应该这样讲 就我们先天介绍过晶片战争 在我们的蓝宣选书里面 那么也提到说呢 前晶片部长英启明 他的那个晶片对决也写的很棒 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如果今天再看这本书 我觉得有点像我们看电影啊 他们会那种zoom in 就是他们一开始很喜欢放那种卫星镜头 拉得很远很远从外太空看看地球 然后再看亚洲再看台湾啊 所以我觉得这三本书就有点从历史的纵深 呃那是米勒那本书 从历史啊 然后从整个的产业链从美中占 哎 focus 到整个的各个国家的产业政策 那是英启明 再到了我们岛上的台积电 那是林宏文的这本书 我觉得他很有层次感就是 我觉得蛮棒的 对哎蓝宏文你这样解读我觉得蛮喜欢的 就是没错我觉得 呃比如说像金面战争 他是从比较从macro 就是聚观去看用历史的 历史长河 对然后那那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从下而上 我从最最基础的台湾办法体怎么做的 怎么成功的台积电是主角 那我觉得这件这件事情其实也蛮重要 因为大家给我的回馈就是说 哎有很多故事 可能很多以前都没听过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只是对台湾有意义啦 所以其实这个书现在已经准备要出日本版了嘛 那那我想有很多的这个英文版的这个这个 英文版韩国版的出版商也在接洽了 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想想看 全世界都在盖金元厂 那大家都不太清楚台积电怎么成功了 这怎么对呢 每一家每一个国家都砸了多少钱 都是几百亿美金耶 那你你不知道台积电怎么成功了 你们你们这样轻易的去投资 你们真的张中文先生说全球化意思 其实全球化是本来就是有他运作的道理的 你们大家要扭转这个这个运作的逻辑 这个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大家最好好好看这本书 而且不是只有台湾人看 各国都要看 而且各国政府这个主导 川普总统一定要看 因为他在讲什么台湾 说拜的还是川普 我觉得川普 因为他上次演讲说 台湾人把美国人的工作抢走吗 他其实是在胡说八道的 我觉得台湾会不是抢走你们的工作 是台湾因为真的做得很好 那个是优胜劣败 是把你打败的 是你们自己 而且是你们自己做得不好的 那当然美国有很优势的产业 他们去做IC设计做得很好 他们去做创造的产品的东西 他们很好嘛 所以他们制造辛苦的工作 亚洲人就在做的嘛 那这个就是也许南轩对这个 这个可以讨论一下啦 对我们呢 就是联合文在这个书里面讲到说呢 为什么我们在代工那么的成功呢 因为我们以上次对下次 我们那种博士毕业的人 去做制造业该做的事情 别的国家可能就找个大学 或者是甚至是高级毕业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是相较于他们 用最高学历的人 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你说能够不成功吗 但是我就觉得有点心酸啦 我重点在意我觉得有点心酸 尤其比起啊这个他们的薪资 像我们最近不是亚利桑那州去帮忙吗 因为进度落后了嘛 我们在节目里有讲到去帮忙 还被他们当地嫌说 你故意找廉价劳工来 我想说我们台积电在台湾这些那么优秀的盖部去帮你忙 你说我们是廉价劳工 这听起来情何以堪啊 但是这不是我们的重点了啊 我们最后也会讨论到一些 但是一开始我们要休闲会回来要聊的是 台积电为什么成功啊 为什么现在全世界 进乡的啊这个自己想要自己自足 但自己自足同时却都必须要拜托台积电 你来帮我们设个场啊 从美国到日本到德国 所以呢到底呢张周某怎么引领这个台积电 而在家交班之后的台积电 又如何维持荣景的一段时间 我们休闲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宣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 这个我们今天蓝宣选书选的是 金片岛上的光芒啊 这个作者的林洪文啊 他是三十几年的半导体的记者啊 那尤其对于台积电非常非常的熟啦 你等于是有点跟他一起成长的感觉 有没有 有点有点 因为93年1993我开始跑新闻嘛 那时候台积电呢 就在那一年办了一个 就是他们准备隔一年要挂牌嘛 所以就认识自己 那就是台刚要挂牌喔 对1994啊 那所以那从那时候就开始 跟他们很熟了 真的吗 就是采访了很多年这样 OK好那所以呢 经过你的归纳整理喔 你觉得台积电为什么成功 好我想喔台积电成功 他是1987年成立嘛 那我觉得那个时候 即使是半导体产业 一个很重要的变动的时刻 大家记得喔 就是80年代喔 日本第一的年代 日本很多的半导体厂 起来之后把美国打败了 对 所以美国很气嘛 没错 那当年就是 那时候有美日 金片对决 对对对对对 金片对决 跟现在美中 其实有点像喔 那时候美国就把日本整得很惨 给他磕100%的水 然后还有一个广场协议 逼他日币升值 所以那整个日本就整个就 往下走了 韩国就起来了 失落的十年 一开始其实跟那个有关 是那当年就是说 美国开始在做一些调整 就是说制造 他们我相信他们 看到日本做这么好 他知道亚洲起来了 所以他们呢 就往这个设计去发展 那像那时候 Intel也是转到CPU Dram这种Dram是需要 这个很好的纪律的 这个员工去做的 因为他的制程固定 然后这个降低成本很重要 那这件事情美国做不好的 所以张中博董事长 那时候是工业院长 他1985年回台湾 所以他看到了这个趋势 那他知道台湾的制造 不会输日本的 所以他就这个投资台积电 所以你如果要讲的就是说 当年的这个台积电的成功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商业模式的创新 因为当时我们说 整个全世界都是IDM 设计跟制造整合的 那他把它切出来做 切开来 对 那而且就是说 他没有自己的产品 他就专心做制造 所以他的想法就是说 Intel你自己不要做制造 你制造给我做 可是CPU你还可以继续做的 所以你可以继续卖你的产品 你只是制造分给我做而已 制造你们公司做的不好 我做的比你好 就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商业模式的创新之外 它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客户成功 它才会成功 这是台积电的模式 那这个是整个台湾 就是说跟全世界合作 当全世界朋友 我们也不是霸权 我们不是像日本 甚至像后来的韩国或中国 三星也是啊 对不对 对 它起来就是要把你打倒的 我觉得这个也还蛮特别的 因为你刚刚讲到说 台积电的成功 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客户 所有人都是他的朋友 他自己不生产产品 他帮别人生产产品 所以他那么成功 但三星也挺成功的 但三星他可以自己生产产品 也可以帮别人代工 那这样子也还蛮好的 对 但是这个就是他现在会碰到一些问题 实际上我书里面有提到 那时候当年有一个记者问他说 张董事长你曾经提过三星是你最可敬的对手 他讲了两次 那个记者我还知道现在红海的副发言人 OK 然后张董事长马上就纠正他说 我不是说他是可敬的 我说他是可畏的 英文是叫Formidable这个字 那他为什么这样讲 张董事长没有多说 可是我用一篇文章去写 他当然不觉得三星是可敬的 他是用很多的刚刚讲的 他其实用很多的手段 很多的方法 其实我十一年前就写三星的书 我那时候就把三星研究的算蛮透彻的 他怎么把别人打败的 他有用一些手法 那些手法是比如说竞争的策略 或者是用用这种很多 不光明正大是这个意思吗 是是那当然 所以才不可敬嘛对不对 对那所以我觉得一个重点 当然就是说 因为他还有自己的产品 所以他在帮你代工的时候 他就没有那么的愿意全新投入 而且他不会像我们张董事长 他们是负当倒火在帮客户做产品 那因为你的你如果客户太成功了 会冲击到 比如说他帮你做手机晶片 他自己也有手机晶片 他自己也有卖手机会有冲突 那我觉得台湾在这件事情上 很早就已经把它切开了 量轻局势 我们把品牌跟代工都切开了 你看宏基切开 宏基早年是合在一起的 华硕也是合在一起都切开了 那联电更早也是分开的 他有设计跟制造 他也分开了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台湾就是说 当全世界的朋友 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 所以这也是我看 就是说现在晶片战争 或者是地缘政治 台湾还是可以做得很好 还是可以存活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点我觉得同意 而且我们讲到如果最后的结论 讲到说这一次目前美中之间 就等于是美中的科技战 然后的话呢 台湾的台积电 等于是不断的被拿出来讨论嘛 所以我们也想到说 会不会什么去台话啦等等等话题 其实比较 我同意宏文的分析 就不会的原因在于说 我们美国没有打算要去台 去台湾啦 美国没有打算把台湾打扁 我们不是中国 我们也不是日本 就我们并不是要去挑战他的霸权 我们是他的partner 应该这样讲 所以当你跟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时候 他只希望 他只会让你到美国去设厂 但是他不会说你们不要做 让他做 事实上他也很清楚 Intel能够做得那么好吗 不容易 但问题是当他要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还会剩下什么 我想这大家也关心啦 那我们休学再回来继续聊 会关心的可能当然 更主要是一个人才 人才会不会流失 所以我们休学回来就要回来聊 在宏文的观察里面认为 台积电之所以成功 跟人才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而且这个人才呢 工时长 薪资低 又耐操 又勤奔 这就是台湾的代表 代名词 我们休学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宣时 今天继续回来现场 邀请到的这个 晶片岛上的光芒 这本书的作者 这个林宏文到我们的现场来 他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半导体的记者 观察科技的趋势 那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好 而且里面非常多的故事 我看到你的序 邀请到很多几乎就是 什么台积电啊 反正总理 这半导体的一些大佬们 大家都对你这个书赞誉有加 而且都说 你没讲到好多故事 那这个故事 重点是故事都是真的 因为很多人会乱写故事 有没有记者最会 沙白东西里新铁一点 然后搞到半天 大家都不太敢写推荐序 对 所以在红文呢 看起来嗯 这些故事呢 都是被认证过的啊 好 所以我们刚刚就要讲到 所以有关于 呃 他成功的原因 就是有一群非常优秀的工程师嘛 所以你也中间也讲到说 工程师文化 工程师治理事态 这些成功的非常主要的原因 但是我就说你你 你形容这些呃 工程师们的的形容词 我觉得有点心酸 看了以后就是说呃 勤奋啊 然后工时长 勤奋很好啊 工时长 薪资低 不过事实上台积电的薪资 比起比起台湾是很高 所以看其他人更辛酸 不是吗 就是其他是工时长 薪资又更低 所以嗯 对 我我觉得你讲这个真的是 各行各业都这样 对啊 好那我觉得呃 大家很勤奋这件事情 大家应该不要责难他 就是勤奋这个这个优点是要保持的 事实上你可以看 如果你你去看很多欧美企业 或者是欧美很多产业 为什么慢慢的在在竞争力在流逝 是因为他们太懒了 嗯 好那那我觉得如果你你台湾还能够维持这样的勤奋的工作的态度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多勤奋 你要不要形容一下 没有我我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呃台积电员工或者是台湾很多企业的员工甚至我觉得我自己都很勤奋啊因为我们我们通常下班会不工作吗 我们我们回到家事实上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 就是我醒了就开始想工作然后开始做事好就说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很多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也都是这样好所以就说呃你知道就说刚刚在讲到台积电去美国嘛对很多美国员工就是时间到了就是要下班了真的真的啊那我还听过很扯的也有欧洲的企业好我在某一家公司担任读董嘛好他们是坐脚踏车给一家 公司荷兰公司他们是五点下班就门锁了就走人了他们他们去那个公司资源做五点做到五点十分发现什么门被锁了 啊没有人来开门哦哇赶快打电话给他们老板总经理这样子那我我觉得即使大部分的欧美企业都这样所以他们事实上在很多的工很多的产业是逐渐的在流失嘛那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呃台湾台湾可以去讲这个优点但是还还是一个回到一个刚刚你讲的就是说工时很长这个是不对的哈嗯这个还是要调整的嗯事实上我我差在说哈这个台积电不只去美国会碰到 哦这个员工的挑战嗯事实上他们在台湾他们七万个员工里面有三万个员工是最近三年进来的嗯所以你看有这么大的比例的新进的员工嗯这些员工对老台积电的企业文化或者是价值观嗯他不见得也那么认同老实说年轻人也不愿意老实说啦他也不愿意加班很久啦嗯你想嘛我们现在的我们看到周边下一代人都是这样嘛工作跟生活能够更横所以我觉得事实上他们是需要 要去做很多文化上的调整这个是这个是必要的考验对不对对所以在你的观察人就变成台积电如果要永续下去的话他其实基本上说他也必须要去面对是新的人才他不愿意那么乐意卖新鲜的干啦他可能需要有更高的报酬甚至说他就算有报酬更高他也不愿意这样的加班啦的确是这样哈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也我也在谈哦就是台积电他们自己慢慢的开始也要去想哈不管是自动化 自动化越做越越越越这个不用那么多人力嘛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的IT他们要去强化哦他整个整个公司哈因为未来就是说台积电可能是一个日不落帝国哦他说你看他有美国他有日本台湾大陆欧洲对那台湾下班就欧洲就开始接棒了嘛哦那欧洲下班美国接棒好美国下班日本日本还找台湾一个小时的 对那你用远端那你美国员工下班就下班嘛我们我们台湾员工就接手嘛嗯所以你的工作如果都能够在线上都在远端的哎那这件事情就能够去哎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嗯大家都可以准时下班嗯但是你在上班的时候要全力工作嗯好那这件事情如果能够做到那我觉得对整个全世界的制造业来讲这是非常厉害的创举哦嗯这个可能也是会非常高的就是另外一次商业模式的创举 是我觉得这个这个如果好好做了哦当然他们他们内部现在已经在做但是他们没有还没有对外讲嗯嗯OKOK所以这是未来的呃的部分哦所以新的可能的创新讲24小时日不落透过不同的国家轮番的啊去操作这个机器操作整个厂的运作但是先前讲到的就是说呃台湾这些人才的工时长勤奋事实上是台积性成功的重要的原因嘛哦他这个口音里面讲的一些故事你说921的那一次对地震 哎我真的觉得好感人哦是我那天根本呃就睡得很沉根本就没醒哈哈哈那一天当然啦一样的对对对上班的时候就我们我那时候还在媒体嘛一样是是是是是调度他们都都非常好都已经到灾区去了但重点在于说台积的工程师已经醒了还不止醒了还去救救灾是他们应该是这样他们好有很多设备工程师哈他们当晚哦当天晚上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是凌晨一点多嗯是其实我那时候影响很深刻因为我那时候还在解稿你知道吗 我们那时候我在荆州干解稿到很晚嗯所以那那天大地震哈哇我们从从八楼这样走到嗯走下去因为电梯都没电了哎然后然后对那当时新竹很多园区的那个工程师他们都回去嗯但是在第一个时间第一个时间他们没有进去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里面多危险嘛嗯嗯嗯那是到了呃隔天早上哦那他们他们但是他们第一时间做什么事 赶快订货你知道吗订零件因为有很多都毁了哦都被证毁了嘛所以他们赶快订零件就反应非常快就是了对所以他们那时候把所以像他们有那个叫食音管嗯嗯那个是最脆弱的哇那个所有的食音管都被他们全世界的食音管都被台湾的公司订光了这样嘿那那我是说他们很及时的在处理这些事情嗯嗯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一个心态就是客户的东西放在我的工厂客户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啊他的产品 没有没有做好嗯嗯我们出不了货那很惨921大家记得嗯那个年底的圣诞旺季那时候是整个产线就是全线满的嗯嗯嗯所以那个呃事实上那时候国际媒体都说哈台湾大概这次毁了这样嗯嗯然后说什么可能要几个月才能可是他们在一个月哈就就就开始出货了嗯嗯都重新恢复然后出货哈然后甚至有的产品还赶得上那个年底的圣诞旺季嗯嗯所以你看哈这个台湾的这种 我们我们常常现在都在讲韧性嘛嗯嗯韧性供应实际上921那时候是1999年耶嗯那个时候这大概二十几年前就已经考验了台湾一次嗯台湾的韧性供应链就是这样这样子来的嗯嗯所以当然现在经过国际认证是经过地震认证的对对对所以我想这个很成功嗯嗯点点滴滴的啊嗯台湾把制造业做的像服务业嗯然后这个把客户服务的像哎这我常常在讲嘛 就是你你家哎我家就是你家而且我我我家做的比你还好嘛服务比你更好嘛那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台湾是做到了嗯不止台积电嗯台湾的整个呃这个产业供应链都是做到这一点嗯哎你才能那么成功嗯OK好我们休息再回来继续呢那当然有个灵魂人物哦那就是张忠谋张忠谋呢在灵魂文这本书里面讲到说有他接受访问啊他讲到的就是当初大家问说听说三星有灭台计划嘛因为三星有个很厉害的李建希嘛 啊他就说我觉得他就真的是太棒了他就说呢李建希啊他就说他就承认说李建希很棒他是一个关键人物是一个造实式的英雄但是南韩有李建希台湾有我哇赞我们休息一会再回来 好回到啊蓝轩时间继续回到现场邀请到了林洪文啊这本书的作者晶片岛上的光芒啊来聊台积电的故事啊我想我们呃我想这些年啊有关于美中之间的科技战有关于呢半导体的产业链啊包括呢呃各个各式各样的什么AI啦什么车电动车会用到晶片都会谈到 台湾台积电啊所以我们要去认识台积电除了我们说啊他怎么的护国神山问题他为什么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可以继续护多久啊那台积电为什么成功那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干部或是你这个企业领导人你可不可以从台积电里面学到什么我觉得都是看这本书啊我觉得可以得到的一些收获啊好那所以我们刚讲的张周某呃张周某对他他真的超有霸气的他是啊没错对所以你观察他你觉得他最成功的 或者你觉得最值得期待领导人去效法的是什么是我觉得他第一个他对事不对人然后我听他们员工讲就是说他他很少骂你笨或是骂你怎么样但是他会告诉你你做的不好哎这个事情可以再做的更好然后然后当然他会给你很大的压力 所以说那当然是因为他还蛮凶的啊他很知道这个行业那他也他也知道应该怎么做然后他有一个很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哦因为这个这个目标在那里所以大家要要往那个方向去前进那我觉得呃张董事长是我觉得他是因为他从美国回来台湾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国际的呃事业事业真的对所以他台移的第三号原物啊对对那得宜得宜得宜对对那那他回台湾之后我觉得就是说他也很清楚台湾好要做制造嗯嘿台湾做设计不能赢不过那个欧美企业嗯那他自己都很清楚啦所以所以他就一个目标在那里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挑战很多哦嗯因为一早一一开始台积电成立的时候哦比如说菲利普投资嗯然后一堆企业嘛像像台塑集团也投资嘛嗯嗯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半导体会多好嗯所以王永静先生把15块就把台积电卖光光了哈哈哈哈哈哈哦那对那那后来就是说呃像菲利普也曾经就是说因为菲利普本来要把他有权利要把他全部呃买买回51%嘛嗯哼对可是后来就是说呃像菲利普也曾经就是说因为菲利普本来要把他有权利要把他全部呃买买回51%嘛嗯哼对可是后来就是说呃像菲利普也曾经就是说因为菲利普 后来他也去跟他谈就说不要这样子那让让台积电可以挂牌上市这样去去去去走那个资本市场这样嗯那我觉得这个中间的过程然后还有一开始他他找了前三任总经理都是美国人嗯嗯那好有几个美国文化这件事情是蛮那我觉得他很清楚就是说他在塑造一个哦如果我们现在看很多企业哦从第一天开始哦他他就已经奠定了他能不能成功的的基础嗯刚刚前面我们讲了很多嘛 啊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的什么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落实到管理的层面嗯嗯你的管理的是不是够扎实嗯是不是呃这个非常明确好的方向嗯他为什么找三个总经理都是老外因为他很清楚他的客户在美国啊嗯在欧美嗯嗯欧美市场如果你你抢架来嗯嗯那制造台湾做那你你你就可以配合的非常好嗯嗯哦那那这个就是说他是他是有有方向嗯然后有有策略嗯然后而且 而且也有做法有做法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那我我书中想点点第一很多故事啦就是说我比如说随便讲他们工程师的文化哦嗯他们的采购哦就就是工程师做的很多的报告然后结论是要买哪一台设备就买哪一台嗯我我那我以前在采访的时候哎有有很多公司是老板决定的哎那老板为什么决定因为这中间可能有一点回扣啊可以放到个人口袋去啊他今天绝对没有这种事的嗯嗯嗯嗯嗯 我讲嘛就是他他所有的机台都有都有这个做整理都有做记录嘛他他知道所有机台怎么怎么运作效果最好其实要去操作的人嘛对不对老板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去帮过机台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有点点滴滴就是说他他这个那他们也很很讲真话嗯我上次我就一直在讲一个故事嘛就是那个台积电那个呃研发大楼落成的时候张董上去道贺可是他还加了一句话他说好你们不要像 英国海军一样哦英国海军一样哦英国海军当年很很这个十九世纪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可是他们他们的英国海军部的大楼建起来说他就开始走下坡了哎你们你们不要这样哦你们你们现在也很强哦不要大楼盖起来就走下坡嗯那你看讲真话嗯你看他也敢跟那个裴若西来台湾他呛他就是你们嗯美国人太天真了吧嗯他也讲美国的半导体政策是是不对的啊嗯美国不会成功啊他他说你要台积电 去投资我们我们可以投资一小部分可是一个厂嘛就帮你做军事的IC嘛嗯嗯这个国防的IC但是你不用搞这么大嘛就他他都然后他觉得美国成本太高他会导致整个那个半导体的那个成本上升那全世界因为半导体成本上升好你你都没有办法享受到科技的的带来的成果啊嗯嗯大家又要很贵的钱去买大家会不会用啊这个IC会会能够 然后到处都弥漫就是因为我们我们台湾把它一直降低成本嗯让他变成所有人都能用哦嗯PC也是一样IC也是一样所以所以我觉得他他都讲真话嗯讲真话这件事情在台积电是是真的在落实嗯因为老板讲真话下面人也都要讲真话就不能呼隆老板就是了我我常常在检讨自己哦我我有没有对我的老板讲真话我没有对对我的部署讲真话嗯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会有一点保留 自欺欺欺人有时候还没是不是哎你你你现在员工不能骂一骂就就跑了老板有说我们也会有很多机会嘛对不对嗯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讲真话在他们整个他们在integrity嘛就是诚信里面他有五点对你你如果去把那五点都摊开来你去看就是说哎这个比如说对供应商要怎么样然后对客户要怎么样他们都写的好清楚哦嗯然后那些那些公司的那些 呃工作的守则啊呃企业的价值啊他都不是写的而已都是要做他真的是做到嗯我觉得里面有讲到一个除了讲真话就是都要做到这些就是问责就是你今天不要轻易承诺对只要承诺你就要做到不管从上到下哎我觉得这就很不简单是是是我我一个朋友就是从别的公司到台积电嘛他说他真的受到震撼他说前两三年他都觉得哇台积电怎么这样你们每个人讲到的都做到哎 对那他说他以前的公司啊嗯大家都随便讲讲啊没做到就算了就哦都讲了很厉害就是了很喜欢的然后事实上做了没半步对对对所以嗯他说哇这个台积电这个文化是让他让他觉得是是很深刻啦难怪这个公司会这么成功啊难怪会成功我觉得是这个样子没错不过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宏也特别提到说其实成功当然不只是呃张忠谋对不对也不只是说他这些优秀的工程师从一开始回来打造台积电 还有当初什么潘文渊啦什么胡定华啦那再下来的话呢在台积电的这一个几十年的过程当中还有一大堆什么呃六骑士对不对啊就很多很厉害的人就说他培养人才哎我觉得还有一点你昨天讲到说呢呃张忠谋他会定期的跟一些 十个不到对不对对对对他认为是接班人的对对对对他会定期的这些年就都跟他们聊天每一年关系他们的成长状况是跟未来发展 哎我觉得这样子的这种接班培养怎么会公司不成功啊是我们继续再回来聊 好回到来宣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林洪文这本书呢晶片岛上的光芒的作者来聊天 所以我们刚讲到这个台积电张忠谋他们培养人才我是真的觉得很很棒哎而且你有讲到他里面的接班计划 他们之所以双手掌事实上呃是张忠谋发尽了心思不希望有人因为他提拔了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就拂袖而去对 我觉得这是经常有的对不对哦当你难以选择的时候你你决定了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就是 而且他他搞不好离开之后还会回来对对复仇啊怎么样之类的啊 他就是很很细心而缜密的想要让人才都留在台积电我觉得很很厉害 我觉得这个这个哦这个讲讲他的这个交棒的整个过程 我觉得我也是观察的也是很体会很深啊 就是我也采访很多公司嘛不见得是这样做的 那当然他第一次的交棒交给蔡立行是失败的 所以他重新回来自己再重新布局 那刚刚讲到说他交棒给刘登英跟魏哲嘉 我相信他是有经过很很细心的思考的 他是要把所有人都留下来 因为他讲过G1嘛G1的那个就是 G1的例子对四五个竞争 结果后来留一个其他三个都跑了这样 那所以他我这是我的解读啦 我觉得他是要把所有人都留下来 对那那当然我很期待他的自传下策 他好像听说明年要出了 希望他看能不能谈一谈这个观点 那我觉得说他培养人才 他刚刚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他在TI的时候他就有讲 TI的那个CEO就是董事长 就是对都会跟这个十几个 或是二十几个 就是他觉得不错的人才 定期去跟他们交流 有点像他的mentor 我们常常说那个导师这样子 他作为他们的mentor 对那那张忠某在台积电也是这样 他很很常常就是他都会看嘛 哪些人做得好 哪些做那觉得有一点潜力的 常常去跟他们聊天 找个时间吃饭 那看看他现在工作怎么样 他有什么想法 这种交流其实是很重要 是啊 如果你老板不但这样看中你 赋予你很重要的工作 此外他会关心你 看看你最近怎么样 你的发展如何 搞不好会提点你几下 不好啊 所以其实他是在那个过程 一直在关心 也是在注意 谁可以接棒 对 我想这个 这个他 其实他那时候再回来回锅的时候 已经快80岁了 那他 他这个 七十几岁 那 那我觉得就是说他他很清楚就是他下一次的交棒 就是要完全退出了 因为在八十八九十岁的人在公司 可能一定不太适合 他自己也觉得 而且那时候台湾社会也讨论蛮多的嘛 对对对 那我觉得就是说那现在哦 你看他交给两个人之后 其实我书里面有提到他的第三代接班人也快出来了 已经快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有一些人 对 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些人才 就是还有就是说他这个双手掌制 他也他也把很多的那个 你的职责 你该做什么事 他他连那个刘德英董事长 该做什么事呢 做三件事 你要参加那个定价会议 那重大投资案 然后这个等等 就是说他还会去要求你要参与定价会议 哇这个是很特别的哦 你很少再看到其他的公司 但是有说董事长要做这件事了 那他他就明定了 那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定价非常重要 定价也不是只有总裁一个人为总裁去做的 那他希望他们两个人是真的是这个双手掌 然后共同领导 然后也因为他也观察两个人的特性 也不太一样 我觉得他看到那些人有缺点 对对对对 是对 那所以有点像是明文把它写下来 否则两个人 搞不好总是会有一些 灰色地带两个都不管 不是两个人都要管 这个时候就很尴尬了 对不对 OK 但最后我们讲到就洪文在最后 我花了一个蛮床的篇幅 观察了一个说好 那如果依照目前看起来台积电的成功 他至少就如张中萌说的 包括国际群势的需要的原因 至少可以再 再风光个20年不是问题 但是有很大的问题是 那台湾的人才可以这样 源源不绝的供应起来吗 就是你刚刚也讲到说 其实已经很多半导体业界的人 觉得说台湾的刚刚大学毕业的人才 好像已经也没办法因应这个长工时 薪资可能要求更高 可能要求更多的休假 或者甚至连人才的品质本身都不够 这问题有多严重啊 对这个问题的确是有点严重 因为事实上你看 台湾初中人口一直在下滑嘛 那那我们 我们也没有很好的移民政策嘛 那那老实讲 你愿意来台湾工作人也不是那么多 你如果从老外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环境跟法令的条件有蛮多的限制 对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要努力的 这不只是台湾要努力 政府要努力 那我们的教育也要做调整嘛 刚刚讲就是说 我们的确我们的理工人才还不错 可是我们能做的好像也比较是偏这种硬体 然后制造代工 这样子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形态 那这些都是需要做调整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大家都在看台积电去欧美日投资 那个会造成他成本的上升嘛 但是我觉得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好处是什么 是他要去吸收各国的人才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你如果能够 我常常在讲就是说 所有台湾的公司的灶门是什么 你现在在走更更下一波的国际化 我说以前是我们往中国东南亚去做降低成本的工作 现在我们要往先进国家欧美日去去做投资 我们要创造价值 创造价值你就要更多的人才进来 更多的人才是不要像都是台湾这种勤奋工作的 这个愿意加班的 我们要做一些创造价值的工作就是要欧美日 那我说台湾最缺的一个字叫做diversity 就是人才的多元性 这件事情台湾所有企业都做的不好 包括台积电 台积电现在大部分员工都是台湾员工 他们很少他很少有国际的员工 你他的对手三星至少可能是我相信是四五成 都是老外 那intel更不用讲那是国际大龙龙 对啊 美国一直都是 对那所以 那另外我说nvidia nvidia有五成是印度人 三成是华裔的 他真的叫做ic 公司 印度人加华裔的工程师这样 不一定中国人就是也可能是台湾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公司 你要走国际化 你面对下一个挑战 你的diversity是要做到的 每一个董事长总经理要去问问自己 你能不能吸引到国际的员工 而且愿意让他认同你的价值 认同你的文化 认同你的工作态度 这件事情如果台湾能够做到 台湾的企业就可以往上再转型升级 再上到更高的一层楼 如果做不到我觉得就很难 这个是我觉得现在台湾企业最大的挑战 不只电子公司 半导理公司 传统产业也是一样的 我们其实也有很多传统产业做的不错 我们也有制造品牌捷安特 这种国际型的企业 那能不能包容各式各样的人才进来 台湾这样的一个企业 我们不要真的只是一个台湾的企业 我们是要国际型的企业 这种这种台湾这种台湾的挑战 我觉得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希望台积电能做到 因为台积电是台湾最有实力的企业 赚一兆 盈余有一兆 这么强悍 获利这么好 你当然应该想办法去做更好的 整个制度的改善 人才的增加 这是我觉得台湾的挑战 对啊 就是如果说台湾能够做到的话 事实上最能够做的就是台积电 应该从台积电开始做起 可能把这样的一个制造业 不但是继续的维持 还能够增加更多的创意设计 更多的提升才是 而且台湾的人才跟教育也要接得上 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这本书还有很多内容 但是我们也没时间说了 很推荐 这个大家可以来看 很轻松易读 就是我说的易读的意思说 不是说它不重要 而是说重要的书还可以读起来那么轻松 因为好多故事在里面很不简单 好 非常谢谢洪文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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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